至2019年上月香港出现刊议活动以来 香港局势经常登上德国主流媒体的头条位置 9月初默克尔总理访问北京期间尤其入室 以德国人过度简化的世界观 在启程赴中国访问之前 默克尔已受到德国社会上一些声音的敦促 一定要跟中国人谈人群问题 可以谈新疆问题西藏问题 当然也可以谈香港问题 德国舆论希望默克尔在北京谈人群问题 这说明德国社会里有很多了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过度简化的 中国是一个威权的主义国家 中国有许多人正在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 今天的大多数德国人 都对威权主义国家有一阵的厌恶心理 因为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第三帝国时期 东德共产主义时期 甚至远在这些之前德国海城渊游过君主政体 因此德国人表现出今天这样的态度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这种过度简化的世界观里 所有的事物非黑几百 人们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种世界观也许令他们感到十分舒适 不过探测经常是错误的 而德国人并不真正的关心香港人的诉求 为了探究事物的真相并得出客观的结论 德国人需要进行更加深度的思考 难过极少有德国人研究过亚洲的历史 在我们以西华文明为中心的教育体系里 东方的历史文化几乎没有位置 也有太多德国人坚持一种非常简单的看法 因为中国不实行我们的民主制度 所以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 任何与中国对抗的人都是正义的 都应当获得我们的支持 那些处于弱势的香港学生 能够以大卫对抗格利亚的形象 轻易获得德国舆论的囤情 无论其具体的目的是什么 德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公开讨论 并不是为了问题的更远 或香港抗议守卫者的真正诉求来展开的 他们也不关心哪一番是对的哪一番是错的 不关心警方更加暴力 还是守卫者更加暴力 或者到底谁是先挑起了暴力冲突 德国舆论所讨论的内容是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领袖们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用意站出来对中国政府施压 如果德国政经领袖们不愿意站出来 那么舆论就会谴责他们是懦夫 谴责他们眼里只有经济利益 谴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如果他们果真愿意站出来 那么又有人指责他们如此不切实际的行为 会危及德国的就业机会 当然德国的舆论目前大多属于前者 德国政客不得不在各种选项之间做出选择 他们很清楚公共舆论在香港问题上的情绪 将对他们未来的选举造成影响 在北京期间 默克恩女士用外交语言表示 当前的重点是必须停止暴力 恢复和平局面 这样的表态是四平八稳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国内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不过他并没有主动提出会见黄之芬 这也在德国国内引发了一些批评 而黄之芬则表示 自己可以去柏林与德国这界的试图 就在这时德国图片报邀请黄之芬 图片报的这个动作意义重大 因为它是德国舆论最重要的分享标 虽然很多人都看不起图片报的编辑质量 可是大多数德国政客都是该报的读者 由于是德国政客们都希望通过这家媒体 了解普通德国人对时事的看法 无论这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好是坏 他在普通德国人中间的确深受欢迎 图片报的邀请给了黄之芬极大的媒体报关度 图片报甚至还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阳台上 举行了一场建筑会 黄之芬在那里与德国外长和其他几位国会成员 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这次非官方的会面是公开进行的 这也招致了中国驻德大使的批评 他指出那些德国政客会见香港暴乱伤断者 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 而德国外长马施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成 德国政界认识有权利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会见任何人 德国政治家们小心谨慎地在媒体上露面 意图获得支持者选票的同时 不应做出损害与中国领导人之间互相信嫩的关系 哪怕造成极微小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应该的 这就是外交 这是电视屏幕上不会出现的内容 也是不会像德国公众展示的内容 黄之芬甚至还受邀 在德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讲话 这是一个官方的正式场合 德国国有电视媒体在黄金时间外播放了对黄之芬的状态 不过在德国那些媒体所播放的内容 以及其中的立场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与政府没有关系 在上述场合黄之芬要求欧盟在欧洲贸易盘盘期间 对中国施下政治和经济压力 并希望欧洲停止向香港出口警运装备 德国媒体对香港示威者的行为动机是带有敬意的 他们把香港问题减化成了逃犯条例修订和双普选 这也超出了大多数德国读者关心的范围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 知道香港年轻人是在为民主权利要斗争 这就足够了至于香港年轻人的其他想法 德国人大多是不太关心的 德国人不了解香港年轻人严峻的就业形势 也不了解他们在面对难以承受的房价时内心的绝望 德国人从未听过香港人沮丧的说说 由于中国内地的不断崛起 香港在中国曾经高高在善的地位这些年一路下滑 这也是考虑到西方停滞的经济局面 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一点 删至称开发民主 其实并不忠重其他国家做出不同选择的准利 中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对香港局势进行干预 可是德国社会对此并没有表达出任何敬意 德国舆论纯为关注香港的历史 在德国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香港是如何落入英国人之手的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中国又为何愿意 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并承诺五十年不变 在香港问题上德国人所讨论的是 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 及怎样的支持他 愿意和在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 中国所施行的社会制度是德国人所不接纳的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 去迎合七百万香港人 中国也不可能放弃香港这片领土 如果德国人希望全世界 种种他们做出选择的权利 那么德国是否也应该接受 中国人有选择自己社会制度的权利呢 除了某种原因 西方人一直以来都坚信 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 西方人认为这极的观念是优越的 无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西方的民主制度 德国人大多对中国的历史不顺了解 他们并不明白稳定对当代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将给中国带来严重风险 这是不应被低估或遗忘的 如今德国人和他们的代表都呼吁香港能停止暴力 这呼吁是指向双方的 他们希望香港抗议者停止暴力 他们也敦促中国能忠重香港回归时 以英国签订的协议 任何一个严肃的德国实施评论家 都不会认为除了做出和平呼吁 德国人还能做任何其他能产生正面意义的事情 高举美国国企也好 向特朗普总统发出呼吁也好 发动革命谋求独立也好 这些在德国都是不会获得支持的 但是大家一定会不会买到 我们的守护国会 现在是在静国区的 待会把安全达打开 我们会点赞 我们先识会 我们的第一新闻 会Info 我们先识会 跟这个自由 我们先识会 在此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